而为了杜绝医疗的暴力事件发生 甲安警分局和门罗医院特别进行了防暴演练 由医院保全模拟歹徒 持刀挟持医护人员 而其中比较特别的是 这次远警所使用的抛射性电击器 是内政部警证署所发 而为了强化远警执勤效能所配发的 让远警不用和嫌犯近距离的接触 就能够成功将人制服 警察鸣笛赶往现场 只见一名男子拿着刀蟹挟持医护人员 眼看情势紧张 远警立马朝着嫌犯开了一枪 这是吉安警分局和门罗医院所进行的防暴演练 震撼场面相当逼真 是由医院保全模拟歹徒 持刀挟持医护人员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 这是远警所使用的抛射性电击器 是内政部警证署为了强化远警执勤效能 为强化医疗人员面对暴力事件应变能力 本人局日前结合花莲门罗医院 举办防暴演练 磨码情绪事控男子 持刀加持医务人员 最后远警使用电击枪 顺利制服歹徒 医疗暴力不仅对医务人员造成危害 更影响病人就医权益 警察机关绝对坚守暴力临容忍 重诚严办的立场 任何人接不得妨碍医疗业务执行 以免以身释放 警方表示如果遇到歹徒持刀械攻击 使用电击枪能让歹徒瞬间失去攻击能力 让远警不用与嫌犯近距离接触 就能成功将人制服 除了可以将伤害降至最低 也能有效嚇阻暴力事件的发生 记者综合报导